昨天下午强台风灿洪携狂风暴雨而来 横扫浙江沿海多个城市风雨加急 受到它的影响 宁波石浦一造船厂龙门吊被风刮倒 此外台风灿洪影响范围很广 就连渤海海峡的省纪客船也因它全线停航 昨天下午16点40分 在海面徘徊一段时间后 强台风灿洪在浙江州山 朱家坚镇沿海登陆 成为7月登陆我国最北的强台风 同时也刷新了7月登陆浙江台风的强度记录 灿洪登陆朱家坚镇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 而从昨天下午到夜里 受它影响浙江沿海风力仍持续12到14级 局地可达15到16级 很多观测站观测到了每秒40米的极大风速 相当于普通快速列车 甚至接近高铁的行驶速度 也难怪宁波石浦一造船厂的龙门吊 竟然被大风刮倒 虽然中央气象台表示 今年第9号台风灿洪已于昨天上午10点钟 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 但它的威力仍然不可小视 这次灿洪导致宁波 绍兴 舟山等地71.7万人受灾 因洪楼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9.47亿元 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06.8万 受灿洪影响从10号夜里开始 浙江宁波累计有189条低压线路 受强台风影响故障跳闸 先后有超过30万户的居民用户停电 此外 宁波还有28万亩水稻受灾 其中15.8万亩走道基本绝收 强台风灿洪还给江苏沿海及沿江地区 带来强风暴雨 当地目前已经转移4.6万人 机场方面也受到很大影响 比如南通机场往厦门 深圳 大连 沈阳 哈尔滨等地的 11个航班取消 而南京路口国际机场往海口 深圳 贵州等地的航班 也因此延误 高速公路方面也采取了现行措施 受台风灿洪影响 上海浦东机场国际进出港航班 几乎全线延误 受阻航班数量近600架次 数万名出行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不过由于保障措施及时 浦东机场没有出现旅客大面积滞留情况 昨天受北上的强台风灿洪影响 烟台市发布了海上重大风险黄色预警 渤海海峡烟台至大连 蓬莱至旅顺等省级航线客船 于金城六点全线停航 中央气象台预计 台风灿洪强度将逐渐减弱 并转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掠过上海东部沿海后 将于今天上午移入黄海南部海域 中央气象台预警